尊敬了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两天呢 分享了一个视频 只要我们真信切愿 老实念佛 都可以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千万不能选择自杀的道路 有一位莲友就跟莫学联系了 他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 从肠癌转移到了肺癌 每天非常的疼痛 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呢非常的精进 只要睡不着觉 他就坐在那里念佛 但有的时候呢 实在是太痛了 他真的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他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死 有的时候想到绝食 还有一次他看到他后院有一种毒蘑菇 他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如果下一次再疼的时候 就用毒蘑菇来把自己的生命了结 有一天他真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他就去后院去找他这个毒蘑菇 结果没有了 就连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可能这一念啊 佛菩萨也知道 因为他已经观察这个毒蘑菇很久了 就这么神奇 他就在想 这也许是佛菇萨加持吧 又突然让他看到了这个视频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视频也救了他 他从这个视频上知道了 我们学佛人绝对不能自杀 他就赶紧给我联系了 墨学呢 给他通了很长时间的话 讲了小菩萨的故事 让他坚定信念 求生净土一定可以成功 在很多的怜有无助的时候 佛菩萨会伸出他的援手 来帮助我们苦难的众生 因为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无有障碍 他们是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的 只要我们有需求 佛菩萨对我们的状况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帮助 他就以和身来救度我们 所以只要你信愿具足了 都可以成佛 并且还可以回来再度化 更多的有缘众生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是胡晓琳老师 讲了一个 齐老菩萨的孙女 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啊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们都是学净土的人 我老问我这些旁边的朋友 我说你说信愿行 这信什么呢 信什么 就信这一句话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终生 你信 就信这一桩事情 小学生都能读中这句句的 没有任何男子 信的就是这两件事 他知道我 他能救我 你就信这个就够了 这就是所谓的净土法门的信 没那么复杂 要是复杂就不是佛法 你已经很苦了 你已经很难了 我要救你 我还让你博士毕业 还得考一个什么学习 你不是折腾人家吗 你是救人家 佛法没那么难 就信这件事情 十方 东南西北 哪个方都行 所有诸佛菩萨 哪一尊都可以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终生 我是险恶终生之一 我在其中 我是被救拔的对象 而且是一切 大部分 那再说吧 我在大部分里边吗 一切 那我今天要是撞车了 他能救我们 一切 我在医院打点滴 能救我们 一切 齐老菩萨 大家都知道 齐苏平 知道吧 知道吧 海岛金山寺 那一生 互持佛法 他的老二 男孩 结了婚 生了一个女孩 生了个女孩 下来就死了 然后他的先生就骂他 说你成天一个疯老婆的你 你装身弄滚的你 是不是 你弄佛把这个那个的烧香磕头 有什么用啊 你连你孙女都保不了 你成天不招家 不管家 你们这佛怎么不救啊 灵吗 瞎耽误功夫 就骂他 老菩萨也急了 你儿子刚生了一个孙女 就是死了 送太平间了 这是他亲自给我讲的故事 老菩萨从工地回来 洗洗手 穿上海青 上堂 三珠香一上孤灯 就给观世音菩萨刻下了 他说菩萨 我这一辈子就为了你 对吧 我从来就没有过二心 对吧 你说我现在要是我的孙女死了 以后谁还敢学佛 你怎么能这样呢 谁的孙女死也不应该我的孙女死啊 他特别性 特别帅 帅真的一个人 还没等他从大殿下来 医院就来电话 说那太平间放他孙女那个 零下四十多度的那个盒子 诸位 十几度 里边那孩子哭了 给人看太平间吓一跳 把他抽屉一拉出来 那孩子活蹦乱跳的 赶快又把这孩子送到病房 动得太厉害了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救把一切险恶众生 险到什么程度 险到你死我都能给你救活 你还有比这更显的吗 关键你要信 这个姑娘前两年到美国读书去了 大学 漂亮极了 而且不谈恋爱 跟着奶奶 每天念经念佛 你看这个 这老菩萨 老菩萨怎么能把佛菩萨请来 没别的 就是信 他真指望他 我们为什么佛菩萨不救我们 你不指望他呀 你三心二意 为什么说你三心二意 你还别不服气 你看嘛 你从早晨一睁眼 一直到晚上睡觉 你琢磨琢磨吧 你有多少时间在想佛 你有多少时间在打妄想 你有多少时间在 在妄想分别执着当中 你不想他就和那个左手 你不痒痒 右手他不会恼你的 你得敢 他才应 所以二六诗中 一定要念佛 念佛 佛就在你身边 真的 真的假的呀 念佛 佛就在身边 真的 今天听了 今天听了七老菩萨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深有感触吧 只要大家真信 请切愿 老实念佛 佛菩萨都能给我们加持 让我们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所有的灾恶都会化解 都可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